经过长达5天的等待 浙江卫视于8月25日上午11点通过社交平台宣布了中国好声音的暂停播出 这一公告以一种充满艺术感的方式呈现 它指出了观众和网友对节目提出的疑问 并提及这些问题正在调查过程中 浙江广电集团此前发布声明 承诺将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 以回应大家关切的问题 有趣的是在浙江广电集团发布声明之后 有传言称节目将继续正常播出和录制 而现在的结果却与内部人士的说法大相径庭 这样的差异令人深思 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分析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卫视这段简洁的表述 实际上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尽管网友们对中国好声音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 如导师和选手之间的霸凌现象 以及与李文之间的冲突 导致李文在台上跌倒 还有关于50万一个座位的爆料 但浙江卫视在表述时却模糊了这些问题 只是简单提到了观众和网友反应的问题 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的问题内容 另外声明中也没有提及调查结果 也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好声音是否存在问题 只是表示正在进行调查 这也是节目暂停播出的原因所在 其次浙江卫视这次发生非常无奈 作为其旗下的招派节目 中国好声音就像浙江卫视的骄傲之子 更是孩子中的佼佼者 备受期待 并且为电视台带来了可观的盈利 若能以某种方式平息风波 保住节目 相信便不会有停播的决定 即使浙江卫视并未明确承认中国好声音存在问题 但节目的停播在观众和网友心目中 以基本等同于节目却有问题 若非遇上了不可抗力的情况 相信浙江卫视不会选择中断节目 这样的决定几乎相当于自删耳光 必定会进一步削弱浙江卫视和中国好声音的公信力 那么节目停播将给各方造成何等损失 这将是多方面的 首先会增加节目的录制和艺人的统筹难度 所耗费的财力和人力难以估量 中国好声音的期数已定 播出时间也确定 在节目播出之前 录制时间已在整体计划中周详安排 这次的突然暂停 而且未确定停播时长 会导致后续节目无法按时录制 参赛选手或许能应对 但几位导师在早期签约时已明确约定了录制时间和时长 一旦合同签署 双方均会按照约定执行 节目的停播是节目组的问题 艺人方面完全可以以没有可用档期为由拒绝后续录制 或借此要求节目组增加待遇 节目组为此必将耗费大量财力和物力来进行斡旋和协商 其次难以向赞助商交代 与艺人方面类似节目组与冠名商或赞助商之间也存在详尽的协议条款 其中包括广告上限时间和频次 而眼下节目的暂停播出影响了广告的正常曝光 按理说品牌方完全可以要求退款或赔偿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损失就难以预估了 第三点损失在于节目的停播消息对股票市场而言是一项重大利空消息 据报道与中国好声音相关的上市公司星空华文当天的股价下跌了16.39% 目前该公司的总市值为221.59亿 市值蒸发了超过36亿 而在充满光彩的6月份 其股价曾一度飙升至132港元 市值超过520亿 这样计算下来 市值在风波发酵后蒸发了大约300亿 第四点损失是负面新闻的持续发酵 对中国好声音的声誉和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即使风波过去也很难完全恢复 作为浙江卫视旗下的王牌节目 中国好声音曾经取得了超过3亿的总代理成绩 然而在这次的负面风波之后 节目的赞助商招商和冠名价格等方面都将受到巨大影响 未来中国好声音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 这部分损失难以估计 客观地说 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本身并没有错 本季的导师们也没有错 而在舞台上努力奋斗的参赛选手更加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涉及不光彩行为的人 因此希望网友们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此事 也希望浙江卫视能够尽快展开调查处理问题 并尽快恢复节目的播出 这才是对导师 选手 观众和网友们最大的尊重 观众和网友们最大的参赛 观众和网友们最大 goes of the same 观众和网友们最大的参赛